我们是这一次专家专题竞赛的其中一组 那我们的名字叫做 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 距无线连接之3D印表机实作 那我们现在要实际操作一次 如何用无线控制整台3D印表机 那我们先找到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无线分享器的IP 那我们机上盒就可以看到这个网址的所在地 那我们就直接连线到这个里面来 之后它会显示这个画面 那它旁边有一句话就是写说原始密码 那我们直接登入原始密码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呢 右上角有一个进阶设定 那我们点进去 有一个DHCP的伺服器 那就是使用者列表 我们所使用那一台分享器的IP 都会在这里 那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树莓牌的位置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控制 控制 3D印表机的画面 那第一次登入的时候 它会问你一些 基本的设定 那设定好之后也可以自己设定 使用者名车和密码 那往后每一次登入都只要 登入那个帐号密码就可以了 那这都是购买 数码开的时候会附加的 所以往后就是免费的这样 那这里有 有监控画面 那有床板温度和喷头 喷头温度 那还有上传过的档案 好那我们现在要实际用无线来上传 列印档 列印上传档 那我们已经有 上传过其中几个档案都是STL档 它可以在这里直接转成Gcode的档 它会帮你存成Gcode的档 存在这个伺服器上面之后 就可以直接开始列印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列印吧 那现在它的温度在跑了 那我们就稍微等它一下就可以了 开始列印之后就跟一般的3D列印过程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的监控画面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边还在录还没开始的状况 那那边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网址 可以就是在这个顺便拍的后面啊 加上冒号8080就可以进到 就是镜头的独立系统 那我们点进去这个部分呢 上面这个是照片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直接连线的部分 那非常明显看得出来 它其实跑得比 Octoprinter上面的更快 因为它是直接的系统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直接控制 XYZ走的方向在这里 然后也可以控制我移动的单位 那在这里也可以控制我喷头的温度 像现在还直接可以改成 我输入200以后 按Enter 输入之后它会自己慢慢再往上升 所以我可以直接控制温度 那如果我们发现在 列印的时候 我们发现 档案有问题 或者是我不想要继续列印 我想要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镜头 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列印的状况 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按下暂停 那它就会马上停下来 好 那我们排除问题之后呢 那我们还可以马上就继续 那甚至是当我按暂停之后 发现我不行这样子 那我按暂停后 它停下后 这里可以直接Auto Home 我在控制XYZ走的方向的时候 我直接Auto Home后 这边有一个Restart 我们可以直接从头开始 我们将我们刚刚的材料取下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从头开始 那它会问你要不要 那我们就直接按确定 它就会重新从头再来一次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直接暂停 我不要列印这个答案 我重新选取别的答案 以上就是我们的专题内容